那今天為你們帶來解說的是我林承安 大亨跟我們的阿童 我們會今天為大家帶來整天的解說 好的 我們可以看到熟悉的麥克蘇伊達 現在在對局的兩位排手也是非常好的朋友 我們要去吃飯 我們要吃飯 不吃飯 你看這飯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那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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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的6MAX現在 我們在鏡頭上面看到的是我們亞洲目前排行第一的 Michael Soyza 沒錯 剛剛有觀眾問到剛剛我們那個比賽的第三名是不是線上的大神 沒錯 就是我們的線上大神 9th Love 在網路上算是最頂尖的職業玩家 其中一個 好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三人底師 我們的 Rolliger 現在他是一個頂隊 在大忙 他好像是做了一個 Dunk在這個Flop 那 雖然 他是頂隊 可是我們的 Michael Soyza 擊中了 他是一個 Overpair 然後這時候我們的Rolliger 是在這個翻牌 用他的頂隊主動的 Dunk了一BB 大概 就是打了一個大忙 然後 面對我們的Open Racer Michael Soyza 他選擇加速到五個大忙 我們的Niner 就是我們的網路大神 Rolliger 現在 選擇了一個跟著 那這把沒有意思啦 那就是 其實我們在 不管是在線上 不管是在 現場 其實我們很少看到 有人會做一個 Dunk的 一個 的主動下注的一個過程 絕大多數的狀況之下 都會Check讓Open Racer做決定 之後我可能選擇 要Check Race 我選擇要Check Code 我選擇要蓋牌 我可能會在之後 會把這個主動權 拿給 交到Open Racer的手上 那其實 可是 其實後來也有人在鑽研說 Dunk 其實它也是一個武器 那它使用的時機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就 可以蠻值得探討 OK 那在這種 開出四張Diamond的狀況之下 我們的Micro Soyza 把他的Pocket 7s 轉成了一個偷機 那 收下了這個地址 你打到Bung啊 打到Bung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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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idn't have a flush OK Good read啊 Good read Good read I got no flush I got 7s You need the Yeah I know obviously He's saying that I blocked you And I don't have a flush I said yes I don't have a flush We're gonna see it anyway So 呵呵呵 那我覺得剛剛 Michael Soyza 他這個 一對七啊 在這個轉排的下注 我覺得 應該還有一些其他的涵義 不單單只是一個 bluff這麼簡單 首先 他本身他沒有flush 他不知道對手 有沒有flush 假設他check了這個 轉排 如果面對對手 和 合牌的下注 其實 他蠻難做決定 那我覺得 不如把 這一個 機會 掌握在自己手上 可以 bet這個turn 假設被根 那在 合牌的時候 他可以做一個很簡單的check 可以開牌 那如果 假設被check raise 那他當然只能 把他一對七 蓋掉 所以我覺得他這對七 雖然 有點是在 偷雞的成分 可是我覺得 他這麼做 其實 可以 讓自己 可以更確定自己的排力 然後更了解對手的排力 掌握在 掌握 比較有辦法掌握得比較仔細跟清楚 所以我覺得 不光只是 偷雞這麼簡單 我覺得也是 嚇阻了一些 對手的行動 好 我們的 這把牌 UTG 是我們的 Michael Solisar Open 然後被 Ivan Leo 在Button 選擇跟著 然後我們的Ivan 其中的頂對 那 Michael這邊雖然有一個 後門 順的機會 可是面對 Button的一個 跟著 在面對他 翻牌的下注 其實我覺得 應該是 直接會蓋掉 因為如果 假設你要選擇 check hold 這個S-Jack 其實你後面的 在沒位置的狀況之下 你要處理起來 這把牌會稍微 比較困難一點 I thought I was in for a 4-hour bubble or something 好 我們的Hudson 拿到第二名之後 馬上 過來接著上桌了 那Michael Solisar這邊 還是屬於一個落後的狀態 可是其實我們在這個傳奇系列賽中 我們其實看到滿多玩家會 check他們的TPTK 可能這邊有人會 check他的S-Queen 有些人 現在的一些流行的趨勢 好像 有一點把 戰線 兩發的 架子 戰線延長到了 轉牌跟合牌 所以有時候他們在頂對的時候 不會在翻牌 急著下注 尤其是籌碼很深的時候 可是如果在早期的時候 他們 很有可能 在早期的時候 可能很有可能 就是會做一些控制的動作 那如果是晚期籌碼比較少的時候 他們可能就會 可能會打 就可能主動 就會下注 因為轉牌就可以打完了 然後我們也恭喜我們的Huston 剛剛拿到了第二名 那第一名是我們的 Steve O'Drile 那 原本的獎金有做一個 稍微的分錢的協議 所以我們的 Steve O'Drile 呃 Steve O'Drile 他是拿到了 第一名 那我們的Huston原本獎金是 原本獎金是 原本獎金是 200多萬 後來DEO之後也是拿到 290萬 那我們的 Steve O'Drile 的冠軍 也從 400萬 拿到了 變成 345萬 那我們的 Ivan Leo 在小忙 做了一個 Squeeze 到11個大忙 然後 我們的 葉君華 直接選擇 4B到 4萬6 14 16個 大忙 那在這種 六人桌的狀況之下 一對十 其實是 蠻大的 哇 這跟住的這個 4B其實 真的是 蠻硬的 那我們看到這個 Flop 那我想 Ivan Leo 這個跟住 他很有可能 就是我覺得 對手是 S-King 所以我這邊 我這邊先跟一跟看 沒有AK的話 我就跟你打完 不然 如果你純粹 要用一對石 進去去抽 一個三條的話 花這麼多籌碼 會稍微 感覺比較不現實 好 葉君華 選擇持續 11倍 36 那 Ivan Leo 會選擇 All-In嗎 像這種 4B底石 其實這樣子 呃 真的是一個 在 沒位置的狀況之下 拿一對石 然後去 跟一個 自己 25%左右的 抽碼 OK 我們這邊 我們看到 我們的 Ivan Leo選擇的 然後轉牌 掉了一張 jack 那其實這張jack 對於整個牌面來說 是 跟flop來說 是沒有什麼影響 Ivan Leo 他其實本身 也沒有太多 J的range 沒有他 沒有這個J的範圍 那他如果這邊 呃 如果要選擇 缺扣這個flop 我覺得可能要選擇 缺扣這個turn 好 我們來想一下 那 來看看 葉君華 會不會在這邊 選擇一個 Owin 呢 Reworking 這張k 應該就是我們的 RM Leo 最不想看到 所以在 這種狀況之下 如果 時時選擇 跟了一個 這麼大的4B 那這邊應該是要被跟 這邊 我覺得 Owin的有點晚了 稍微晚了一點 可是因為 他可能想要讓對手 知道自己 有可能有一個 J的一個範圍在手上 所以 在這邊選擇Owin 可是如果 X-King 選擇在這邊 擊中了K 應該 是會跟住的 這把牌 這把牌 在 翻牌前 丟了 4萬6 轉 轉牌丟了3萬多 那其實 底次已經非常的大 我覺得 其實還有一個方式 就是可以在 flop直接拿4-4 做一個 Check-Race Owin 是會 稍微好一點 稍微好一點嗎 我也不確定 我可能覺得 如果假設 我跟了一個 這麼大的4B 進去就是 我覺得對手是X-King 那 我要跟你打這個 4B的底次 如果沒有看到 AK 我就跟你打完 所以在這種 結構上 我會選擇 Check-Race Owin 不然 我可能會比較 傾向於 把4-4 蓋掉在 翻牌之前 因為 這個 46個大盲的4B 我覺得有點 太大了 OK 這張 我們這張目前的 這張直播桌 目前我們的Tripleader 是我們的 葉君華 他有 騎士籌碼的3倍 有630個大盲 是我們做直播商的Tripleader 那這次的傳奇撲克比賽 由我們的一二博為我們的贊助商 同時我們傳奇撲克這場比賽 也是跟PartyPoker Live 所做的一個結合辦的一個現場的賽事 那順帶一提的就是 今年 Jason Quinn 是成為了傳奇撲克的第一個簽約牌手 可是在 Jason Quinn跟傳奇撲克簽約之前 他本身是PartyPoker的職業牌手 那他也算是創下一個撲克圈的創舉 同時簽約了兩家撲克公司 PartyPoker與傳奇撲克 那 就是算是一個非常 非常大的一個撲克圈的里程碑 兩大公司的贊助的職業牌手 那今年傳奇撲克也簽約了第二個 代言人物 就是大家所熟知的Tong Duong Tong Duong 也是成為傳奇撲克的職業簽約牌手 好在這一把 我們的Sand Greenwood在 裝位選擇加注 然後我們的Laliger 在忙著選擇抵抗一個2-6銅花 在翻牌的時候雙方都選擇了Check 都沒有選擇下注 然後我們在轉牌的時候看到我們的Laliger在中了一個抵對的時候 然後下注了一個 將近四分之一左右的 四分之一多的底池 在7500的底池下注了2000 那Sand Greenwood想當然它的 勾巴桶花應該會選擇跟住 應該會選擇跟住 應該會選擇跟住 那我們看這個盒牌 嗯 呃 Greenwood獲得到一個 第二大的對子 Laliger會再下一個很小的駐馬來做一個價值下注呢 下注一個2500 那我相信Sand Greenwood不會那麼輕易的讓他看到攤牌 我覺得這邊其實是很有機會試著來做一個Race 因為這邊除了9以外 除了這三條以外 他其實已經算是最大的對子了 所以這邊很有可能會加注到1萬左右吧 加注到一個底池左右 加注到1萬億 那這邊 那這邊 呃 Laliger其實他本身沒有 照理說就是因為如果假設他有3條 他會試著下一個比較大的駐馬 那 現在他下 就基本上只能蓋牌 因為這邊要去抓其實蠻難的 可是我覺得有一條路可以選擇 就是他把他的2 轉成Buff 4B 呃 應該不是4B 就是3B到一個4萬5左右 試著把對手打開 來看一下我們的線上大神 Linus Love 他會做出什麼樣的決定呢 4B 48 哇 果然 他真的不會給你什麼機會想要做一個Value Bad 這個真的是帥哥欸 這個真的是帥哥中的帥哥 這把真的是完全是一個層級思考的一個問題 那 而且他的牌力從頭到尾是被隱藏的 你看他的 你看他的轉牌主動下注 合牌的主動下注 其實主控拳都在他身上 所以 他並不是被動選擇跟住的人 所以他的牌力其實沒有被透露出來 因為主動拳一直在他身上 所以他可以有牌 他也可以沒有牌 所以變成是說 你要去拆他很多的範圍 哇 nice欸 我們的 我們的線上大神 Lalik 拿下了這個地獅 這一把真的是 Rable Sinking的 厲害 24歲 非常年輕的牌手 第一次看他在傳奇撲克 這把真的是 我覺得自己對我來說 我覺得算是受益良多啦 因為 我大概知道 他這麼做是因為什麼原因 那當然是我們在上帝視角 看到他這麼做 然後去試著反推他的 想法是怎麼樣 可是 在於如果我們是他 遇到這樣子的狀況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他 跨出的那一步 我覺得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真的非常不容易 當然我們看 往回推 去猜想他的想法 是OK的 可是你真的 處在於當下這個環境 你要注意這件事情 真的是不容易 哇這個 這次的直播 我真的覺得我賺翻了 就是可以好好的看一下 這些 新的潮流 潮流掛的打法 真的是蠻不錯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的Lalik Lalik 看一下他的打法 我覺得 我覺得蠻有好奇心的 可以 OK Flop 14K 對Lalik的3-3 其實並不是太好的翻牌 因為他很有可能會被牌是很容易被疊掉的 我們 Watson 在 小芒 擊中了一個三條 2000 Lalik在7000的底池 下注2000 試著要拿下這個底池 可是對手其實已經擊中了三條 感覺是個過牌加注 感覺是個過牌加注 到8500 我們的Lalik選擇一個call 然後 他沒有就這樣子放棄他手上的3-3 OK 我相信這張9出來算是救到了 Lalik 因為畢竟 對手很有可能是用一些順子的組合做一個過牌加注 那當然他是做的 他手上是三條 那他選擇一個過牌加注的話 其實有一些 勾圈在裡面 或者是一些 九勾嗎 九勾可能稍微弱一點 那其實在一個翻牌沒有做一個 呃... 在加注的狀況之下 那其實開出這個牌 其實對Lalik其實比較不利的 這張9讓他輸的牌更多了 那Lalik 試著用3-3搶下這個底池 在2萬4的底池裡面下注 6千 四分之一 那Watson在這邊有一個 三條帶 卡順 那當然是 勢必是不會改 只是我覺得他應該是在想說 是要... 是要怎麼樣去賺取更多的籌碼 好...我們來看一下 盒牌 盒牌是張Q 我們的... Watson中了一個順子 那Lalik在對手 check hold了 兩次 在一個check raise 的狀況之下 在IP對手連跟了兩發 他的3-3 他這個3-3還敢繼續偷嗎? 現在一個... 3萬6的底池 那Watson後面有... 10萬... 零五千 他這邊要偷... 我覺得可能會是一個2倍底池之類的 哇... 這把真的要不是Watson有一個順子 應該是... 很難打的一把牌 因為他已經全部都中光了 任何的block都中了 這個... Lalik真的是... 非常的兇啊 他可能也覺得對手 在翻牌的時候 不會用三條來做一個check raise 然後現在開成這樣子 一張順的結構 又可以... 打成這個樣子 他真的打得比較... 超級兇 好... 這把的Fluff 完全... 在對手... 重爛的狀況之下 徹徹底底的失敗 雖然... Linus Love 是一個網路上的大神 所以你看 再厲害的人 都會有... 犯錯的時候 也不是說他犯錯啦 這把 因為的確 對手還是有... 對手是中了非常大的牌 我意思是說 呃... 再厲害的人 都不一定沒一把會贏 這就是撲克迷人的之處 那我們的... Linus... Laliger 在UTG 其實也不算UTG啦 其實算Kardov 因為這邊... 這邊是四人桌 所以他在Kardov選擇一個四五同化的家住 其實是一個... 正常的家住範圍 那... Watson在Button選擇了一個 JJ選擇平根 那感覺這應該是一個... 四人底池 OK 不好意思我剛剛沒看到 我們的Sand Greenwood 他不是平根 他是選擇做一個擠壓 一個squeeze 加住到了... 十個大芒 加住到一萬五 那... 我覺得Watson在這邊的JJ 是一個slow play 他的JJ 所以很有可能會再打上去嗎 喔 沒有沒有 他選擇繼續平根 他的... 勾勾... 沒有打得非常的激進 他只選擇了繼續的平根 那我們的... Sand Greenwood 在擠壓之後... 持續的進攻 在三萬六的底池 下住了一萬五 那... Watson他slow play 他的JJ 慢打 那... 我相信 這邊不會很輕易的就... 蓋掉了 而且開了這個結構其實... 還可以 只有一張帽子 只有一頂帽子而已 並沒有說... 呃... 太... 太... 而且他自己... 也有一個後門花 所以他的這個... 勾勾... 在有位置的狀況之下 選擇跟住 是一個... 蠻正常的 那... 轉牌的 就算我覺得... Sand Greenwood 繼續攻擊 那... Watson應該還是會繼續... 跟住 那... 對於Watson的這個轉牌 我覺得... 他要bet 他要check 其實都可以 那如果在這底池 這麼大的狀況之下 我會比較傾向於check 因為... 呃... 假設對手是有... Q的話 我這樣子就不用... 自己打去送頭啦 我可能會選擇check 拿River 來抓對手的bluff 因為畢竟... 我手上有梅花溝嘛 那我還是... 不用太擔心... 不用太擔心 River 最後一張牌... 合牌的時候 開出一個梅花 讓我沒辦法繼續進行遊戲 所以我會選擇check 在這個... 轉牌 那... 最後一張牌 中了三條 那就... 不用講 這個是... 不管... Sand Greenwood打多大 都是一定會被跟的 甚至... Sand Greenwood check 他還是會打一個... 架子下阻 那... Sand Greenwood在這邊是完全 開不了牌的狀況之下 只能選擇做一個偷機 所以... 畢竟這時候你要開個case 還出來是有點不好意思 所以... 應該要下注一個... 呃... 兩萬二 那也不是說真的不好意思啦 是因為你這邊check就輸了啦 可是因為你這邊你下注 你還是有機會贏到一些 八百九九十四的牌 因為... 呃... 其實Watson他的... 他的慢打JJ 其實是看不太出來的 因為... 正常來說四人桌JJ 是很可能... 很快就再加上去打完 那... 他選擇慢打... 慢打他的這個... 勾勾的話 其實是比較難以察覺 所以... 他的範圍其實比較像... 八八九十四 所以... 呃... 我覺得... Sand Greenwood 應該是瞄準這些範圍 希望把這些範圍打蓋 因為畢竟他的K-high 現在... 已經是... 沒辦法攤牌了 好... Watson... 選擇了一個OE 收下這個... 啼吃 是... 依然... 我們的... 黑山系列的... 豪客賽是... 有很多的舊面孔 常... 豪客賽的一些常客玩家 也吸引了不少新面孔 對啊 就像剛剛那個... 那個... Linus Lalliga 他其實... 他... 剛剛打了幾把... 蠻... 帥的牌 真的是... 有點帥 剛好你... 剛好那時候你沒有... 你不在 好... 剛剛你去吃飯的時候看到有... 我剛好轉播到一把... 真的是... 應該今天會有一個... 精采的一個重播 用一個抵對... bet 然後被... 呃... 被那個... Greenwood race之後 再把抵對轉成3bet的一個bluff 打得非常激進 非常的激進 然後他的... 線上的ID叫做... Linus Love 也是一個號稱... 呃... 簡... 說... 很多人叫... LL大神 哦... LL大神 他有聽說過他的名號耶 對啊 原來這麼年輕喔 24歲 嗯 嗯... 現在的... 線上的... Pro... 線上的職業玩家是... 有一個年輕的趨向 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向 因為這畢竟是一個腦力活動 然後... 啊... 就... 正常的人來說 24歲左右 22到27歲 是一個黃金段的一個... 頭腦的一個巔峰 嗯哼 其實我可以跟觀眾分享一個 我覺得最近有一個對我撲克 讓我覺得自己有稍微進步的一個... 呃... 一個... 方式 我現在最近讓我發現撲克進步的方式就是... 冥想 冥想 那... 上個月我們在歐洲打牌 那... 早上的時候 我可能... 呃... 我就會先去運動嘛 跑步 之後我就會坐在海邊 聽著海浪聲 去打坐 去冥想 其實我覺得冥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為其實冥想 最困難就是你什麼都不能想 那你眼睛閉起來什麼都不能想 其實是非常難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發現透過一些冥想 呃... 我覺得我每天的效果不一定 有時候效果比較好 有時候效果不好 可是... 如果我那天效果是好的話 我會發現那一天我的注意力變得非常非常的好 我可能... 在看東西的時候 我會看到很多很多的小細節 打牌的時候 我會注意到一些可能平常忽略的小東西 那... 這有點像... 就像那個... 像玩遊戲沖武器不一定會過一樣 有時候... 有時候... 有時候會觸動 有時候不會 有時候會觸發 有時候不會 可是我覺得冥想讓我整體的撲克技能 然後我覺得進步蠻多的 可能還是經驗問題 就是你以後想多了之後會... 會更加的容易觸動 我還...我還沒有試過 好...不好意思 剛剛忽略到這一把 這我還是一個... 呃... 在一個River我們的Ivan Leo下注的一個底詞 對...而且是非常的有意義的 因為他在...轉牌有過一個3500下注得到的跟注 他扮演的範圍是比較的強 呃...在翻牌是...雙方都做check 應該也是有... 他選擇了... 選擇了跟注 對...選擇了跟注 哇...這一把牌 這把牌... Ivan Leo的... 偷機失敗 所以...很多時候的跟注 要靠... 選手在排隊上自己的現場解讀 那我們的Ivan Leo 選擇開一個6-8不同花在Barton 呃...是稍微比較...鬆一點點 呃...我通常...通常在...Barton我會開的不同花 我開的最小是... 8-9不同花 哦...8-9不同花嗎 7-9不同花應該是會蓋掉的 對... 我說8-6...是不只鬆了一點點吧 所以...8-9不同花和8-6不同花是差了好多的 是...看起來差不多可是其實...差滿多的 可是我...呃...我相信就是...呃...如果你在翻牌後你打得好 那...或是你...呃...你有自己的技術優勢 那我剛剛講的是一個比較大部分平均大家會打的一個範圍啦 那如果你技術越好你打得越鬆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問題 對... 你看面對的是什麼樣的對手 嗯...我這手牌... 三家都沒有紅心 然後Ivan Leo選擇下注四分之一 可是我們的...林均尾...林青尾... 擊中了一個頂隊...在大毛 那他選擇...跟住 這樣子一個天花面有可能中隊都不一定會跟的 中隊如果踢腳都不會跟的 是的 大毛一般其實在乾燥面是有對比跟 但濕潤面就要看啦 對啊...而且他又沒有紅心 對...主要是沒有紅心防守 那現在我們的Ivan Leo持續下注... 喔...這把是下注的一個滿怕 那我覺得林均尾這邊應該不會輕易的蓋掉啦 那Ivan Leo是在轉牌多了一個卡中洞9的一個機會 所以要選擇繼續的偷 可是... 這也是他最後一槍的應該 林均尾不會在這邊蓋掉一個頂隊 因為其實...換個角度來想想看 就是假設你真的中了天花 你在轉牌應該不會試著打滿次 把對手打開 應該會下注個一半或三分之二希望可以獲得... 賺取更多的籌碼之類的 好...這裡瑞伯出了一場勾 那這張勾我覺得也算是Ivan的一個Blob Card 因為畢竟他是加注的玩家 他有可能會有AK的範圍 他這裡是完全秀不出的吧 對 可是他是Check可以不用開牌啦 如果他是要開牌的人的話 可能就會... 偷更多一點 在五萬二的底池 Ivan立有下注一個超池五萬五 他後手是有七萬五千對手 Ivan的Blob都沒在跟你客氣了 就是背背背 而且他不是小的背背背 他是大發的 砰砰砰 他是三個大砲不是三槍 對 不過這裡是順花 順花面 很難 蠻不好跟的啦 可是我覺得 呃...林薰偉其實他跟了這個 翻牌又跟了這個轉牌 不太會蓋他合牌 對 因為重點...我覺得 唯一一個比較能透露出訊息的是他的TEN 他TEN打得很大 對 因為TEN如果你有很大的牌 對 不應該打... 這麼的大 而讓對手棄牌 對 所以他現在必須要反推回去 這邊到底是不是 有一個投機在這邊呢 因為... 他手上沒有任何的紅心 也許 Ivan在Button會用一個 紅心A的Block 做一些Block呢 其實也是有機會的 他現在MN64 在言語上也做了一些Block 那我看來我們的林薰偉是聽得懂廣東話的喔 對 他應該是聽得懂廣東話的 真的是... 這種連...連...連打三發這種Block 就是很難...很難去跟他對抗 你要看這種...因為他風險畢竟大嘛 如果一旦你下注 你只要被抓一次就損失特別大 而且都是額外的損失 像剛剛...就被...我們的... 我們的年輕選手... LL 是直接抓掉了一個... 用了一個第二大隊子K 抓掉了他的投機 這把牌如果Q5給他的話 他應該是不會改的 對 對 那鬆兄的玩家 當你拿到牌的時候 高頻率的下注 就給你的一個形象上 對手會有一個舞區 就覺得你老在開老在開 而且老在打 那Sand Greenwood這個A8童華 其實如果他要做一個3B也是可以 對完全可以 特別是面對這樣子一個形象的選手 對 後來選擇跟住 O哦 那這裡就打起來了 應該是打光了吧 我看一下現在的盲主級別是1500 那Silver這邊... 打不光打不光 還...還... Silver這邊會做一個Squeeze 對 有可能會打光 Ivan 一定會4B 那Silver這邊選擇加注到了12... 12BB左右 那我覺得Ivan這邊 目前看這個籌碼比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四萬兩千五到四萬五左右的尺寸 四萬五我覺得還不錯 還用跟的嗎? 好像是跟住了 選擇慢打 喔再加住 六萬 喔原來藍色的籌碼是兩萬五一片的 OK那這邊我相信 Silver這邊的QQ勢必會跟他打完了啦 當然我覺得IvanLeo這邊這個尺寸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在bluff 對 所以可是Silver這邊的牌太大 他對方還是會有一些X-King的可能性 加加上這是六人桌 然後IvanLeo是在 只有四名玩家的位置上 就是在cut off 他只面對後面三名玩家 所以在這種四人的狀況之下 他的KK對QQ 基本上我覺得一定是會打完 這個籌碼實在是 這個QQ是前百分之二點 二點 前百分之二左右的牌 看看他這裡能不能蓋掉 不太可 我們都知道錦標賽選手這裡是 打的都 這番前是非常兇的 非常善於對抗的 那選擇All in call了 那是打光了 剛投完一把就中了一個 失漏了 一個哭了 一個大哭了 因為這裡圈圈其實 會有一些選擇 會有一些可能會逃給4B的可能 但是對手的形象實在是 太過鬆了 並且非常接近 就難能想到對手連續的開持 連續的三槍 而且他之前是被開掉過一個bluff的 哇 頂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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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的IvanLeo讓自己的籌碼 應該是要推到了40萬左右 好 我們這邊IvanLeo拿到一個A9 喔 那 UTG UTG也是一個在六人桌 可以Open的一個手排範圍 專位的林均衛 是拿到了一隊伍 那這邊也是一個 會抵抗的一個氣勢範圍 小貓衛 拿到了一手 八九銅色 也選擇了 哇 只選了 喔 只選了ALL IN SILVER SILVER剛剛是短碼嘛 所以他選擇了ALL IN 對 他的碼太短了 那我們的IvanLeo有選擇再做一個擠壓嗎 好 選擇一個最小擠壓 讓對手蓋掉 是完全當面哪對手 來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機會讓SILVER活下來呢 SILVER是兩張方片 目前是有一個後門花 有一個雙頭卡順嗎 破產 OK GG 那我覺得SILVER其實他還是有機會做一個重買 有 應該現在還是比較早的一個階段 對 畢竟現在重買大概也是有將近有八九十個大忙 所以其實還是有機會做一個重買 對 我們看到了熟悉的面孔 Jawanda 這個非常和蔼的大叔 Jawanda是印尼華僑 那他中文也講得非常的好 嗯 對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終究有權的大眼睛 他最近都蠻喜歡戴帽子 是喔 連續兩次的傳奇撲克的系列賽 都有看到他 並且他都好像是每天都戴著帽子 顯得比較年輕了 這就拍了 裝為了K7雜色 開始大忙位選擇用勾四 防守 底池現在來到一萬二 那一個標準的一個C bet 持續下注 就拿下了底池 因為大忙位玩家也是沒有任何的擊中 對 沒辦法跟 所以在打 打Poker的時候其實非常重要 就是位置 位置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你有位置你可以常常 你可以選擇 跟控制 你也有很多機會是可以比別人多看一張牌 或多看兩張牌 對 對 的呼動位置是非常非常關鍵 處於後衛的玩家 都是有更多的下注的機會 所以能賺取更多的意味 C2位選擇用一手A4打色來選擇開始 對 對 對 每次我會選擇 3-4 大櫃 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 什麼樣子 對 大櫃 對 對 剛剛有人在微博聊天 是講到說 呃 選手類型不同 比如說有緊胸有松胸有比較neat的選手 要怎樣去 呃 比較適合去選一個適合發展的一個道路 你覺得呢 初學者都是以緊胸為起點吧 我覺得 呃 我覺得最差的是 呃 整個我們把得鋪的玩家搭成一個金字塔 在底層的最差的我覺得是鬆弱 嗯 鬆弱就是你玩的牌有多 又喜歡摳北人 然後你打的又弱 就遭遇抵抗你就會 氣牌這是最差的 再稍微好一點是 呃 緊弱 嗯嗯 然後我覺得 要比緊弱強 你就先從緊弱開始打 打成緊胸 因為你首先要知道 你如果技術不夠好的時候 你剛開始初學的時候 你的確是 沒辦法駕馭太多的一個範圍 是 你不能說你在裝備去開一些 呃 很邊緣的結構牌 然後去遊戲一個 一個 底層 嗯 所以像很多朋友跟我請教 撲克問題說如何 剛剛學打牌沒多久 如何 如何讓自己變強 我剛剛講的一句話 只有兩個是 就是 蓋牌 對 因為大部分都玩得太鬆 那玩得太鬆的會造成很多的問題 對 那我並不是覺得說 你是因為性格而成為哪一個選手 而是我覺得 在打撲克你要從很緊開始打 因為 你手牌玩得緊 那你 你所遭遇到問題會比較少 對 然後再根據 你的打牌的經驗 慢慢的放快你的範圍 那我覺得 並沒有說一定要有一個什麼的風格 那我覺得當然最好的風格就會平衡 大家都要追求一個最平衡的一個方式 那 可是這個其實是最困難 對 但是對初決賽來說 沒有什麼 呃 很好的建議 只有一個頸 和胸 對 頸胸 當然頸胸不是 側重點不是在於胸 而在於頸 你得先頸才能胸 對啊 當你頸胸了之後 亂胸一通 對對對 那頸胸一通就變風雨了啦 那頸胸了之後 你就會發現 你慢慢的就開始 欸 找到感覺了 找到感覺之後 你去慢慢放開自己手牌範圍 然後頸胸 鬆胸你都體驗了之後 你再去構架 呃 我覺得就是十萬手牌 差不多十萬手牌之後 你去構架自己的一個系統 你可以選擇自己的方向 你不能說你沒有打過頸胸 你沒有試過鬆胸 你去盲目的去 去鎖定自己的範圍 其實你不知道適不適合你 我覺得 一個好的是 你試一下頸胸 同時也試一下鬆胸 你看看哪一個你更有感覺 然後你再去 勾結自己的範圍 好 我們看到這把牌 我們的 林軍偉 是一個 桌陰隊的狀況 那 他在Button 也沒有選擇攻擊 那我們的 Jason Quinn 有一個頂隊 可以在這種 一張沉順的範圍裡面 那我的林軍偉這邊開不了牌 我覺得這邊 Rivers 是一個 他可以做的一個 bluff的一個機會 不然他這個把牌 應該是 拿不下這個底池了 那我覺得這個 兩萬一的底池 我覺得可以下注個 也許是一個 一萬五 可以代表一張A 甚至一張6 那 可是我覺得Jason Quinn 這邊有一個K 可能沒有那麼容易把它打開 對 好 下注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 size 是一萬八 那Jason Quinn 這邊有一個 top pair 對手形象也還不錯 對啊 林軍偉他的 基本上他就是打一個 比較保守的一個 形象 對 他形象還是比較不錯 比較緊的 所以他這裡其實 這個柱馬 打出去 挺能 挺能打走對手的 就很大的範圍 只是你覺得Jason Quinn 會不會有一個 可以試著要轉bluff 把他的S打開 假設他真的有S的話 不太會 因為他這裡是一個 也是強修盪的嘛 他如果覺得自己 自己 跟住了 是嗎 他是 拿了一個計分 拿了一個計時牌 因為其實 當然 我覺得林軍偉他可以表現 讓 那Jason Quinn說 我有S 那我要value 你要不要跟 那可是其實他是在button 那button open的範圍 本身就比較廣 所以他這邊變成是說 我要買就有S 要買有6 那所以 你必須要剛好有這些範圍 才有辦法打出這個bait 所以我覺得Jason Quinn 就擊中一個頂對 那他也控制控的 控制控制到River 所以我覺得這邊其實是有機會的 OK OK 林軍偉這把漂亮把我們 決生Kun打開 還是 基於一個形象好 對啊 形象好 如果是Ivan Lee的話 應該就會被call 對 要被call 對 他就是應該是很輕易的一個call 有了 有了